上回雙月度,早初兩社攻打徐州,都是因為呂布偷襲了早初的大本營 早初才放棄攻打徐州,會來迎戰呂布,所以圖軒把徐州及父留備,留備影了徐州 早初再呂布第二社攻打來的時後最為慘烈 整個演奏只剩下了收藏成場,為什麼呂布固擁有活時的戰績呢? 原來呂布身邊呂了一個何時,他的名字叫陣公,陣公,子宮孩,關於陣公,三國演義是井月的 掛血陣公之前是中某院的院令,因為早初自殺董卓失敗了以後,逃跑到中某院,恰好被陣公打罪了 以後陣公放走了早初,跟早初一路上來了呂伯謝加里,以後半夜聽見和刀聲音,早初以為他沒要殺人 結果早初跟陣公實了呂伯謝除了,最後逃走的路上遇到呂伯謝,早初又實了呂伯謝,陣公正問 之前現實,這這有事為何,早初月,寧可我負天下人,優甲天下人負我,於是,陣公跟早初分道狼標 三國演義者一段雖然精彩,但是都是小月裸,切脈當真,那可陣公是十個時候跟隨早初的呂 既記得早初剛剛來演奏的時候呂,就是這個時候,原是派早初做東運的手 這個時候陣公就是東運人,這個時候他就來了,也是陣公第一個提出來,讓早初來當演奏的老大 於是包信就把早初迎接過來,做了演奏的一把手,陣公做了不可以用烈的貢獻啊 這個時候陣公開始跟著早初運,既然是這樣,那陣公為首空要背叛早初呢 這要跟一個人有關,早初成為了演奏老大,有一個人也在這個地盤上,他跟早初全是好朋友,這個叫做張了 基前原少不是做龍主馬,因為整天吃喝不進軍,張了就看不慣,月了原少比句 這原少空形合宅啊,就懷恨在心了,後來原少當上了記州的老大,成為了天下有流的諸侯,張了就更害怕了 雖然自己跟早初的關係不在啊,可是早初畢竟是原少的人啊,若一那天,原少想起來這個事情了 怕早初把我加賜了,也越不遞啊,所以將了整天刀經受怕的,所以就要找一個人越弱 很快陣公也知道這個事情了 本來啊,陣公是越有太多的想罰的,一直等到早初第一者去攻打徐州了 早初約人公留守東郡,訪問都知道,早初第一者攻打徐州是報仇啊 殺人如早啊,殺了太多的老百姓了,陣公聽月了,對早初失望扣給啊 陣公身為天下,性格剛直,怎麽能認可早初這種禽獸不如的人啊 殺了這麽多百姓,我陣公如果再跟著你運 我不是跟你一樣的人啊,很快,一個月後,早初第二者出征了 我會說你得早初為沙第一者返回了嘛 不就是因為呂布偷襲嘛,早初第二者走了,呂布也為了 這者不是呂布一個人來的 全有陣公啊,原來,陣公和張鳥聯合呂布造反了 因爲張鳥一直打針,早初會失調自己 自己也打不過早初啊,正好呂布來了 於是三人都就合到了一起,陣公是痛恨早初屠六百姓 張鳥是怕早初聽從魂笑實了自己,呂布啊就是有便利就致啊 所以他倫三個變成了一個組合 第二者偷襲了早初啊,這者早初的演奏指定下了三個成齊啊 早初派遜一鎮守大本營,可是遜一不能分身啊 全有兩座城市而在大直,如果處理不好,就容易失去啊 可是如果要派兵,沒有兵馬啊,所以只能派過去一個人看漢能不能搞定 於是遜一派出一個人,譬如承借過兩奧,他就是大零鼎鼎的成慾,成一去以後 主要以安婦人心為主,成一月了,做老大正在律裡啊軍趕回的路上 呂布啊你是做老大的對手啊 只要大家忠於做老大,一定可以取得勝利,如果有誰看不清形勢,跟從了呂布 如果就在了隊伍,後果可是不堪設想啊,大家一想,是啊,做粗跟呂布,誰強誰若肯明顯啊 跟隨運更有發展也太明顯了吧,雖然現在呂布占據了優勢,可是做老大一回來,肯定能打敗呂布 到時候我們都是功臣啊,於是願愛兩座城池軍民聽死底幹,一直堅守到做粗歸來,做粗回來了,重重的想借了成慾和信譽 全有守成的官員,張領,大家高英啊,全可沒有跟從呂布啊,跟隨了做粗啊 跟隨做老闆就是最正確的選擇啊,可是做粗已在嘗試放心不下隨周,全想要去攻打 這個時候,遜動趕忍上來去啊 老大啊,萬啊不可啊,前兩赤起攻打隨周,都是呂布前來搗亂 如果你這赤去,不是重到覆射馬,如果你想打隨周,必定先要搞定呂布在月啊 曹操一拍老大,對呀,差一點有白昂活了,好,那我就先搞定你呂布 一罪眼,收入子的季節就要到了,軍隊打仗良嫂是大問題啊 所以,必須掌先煎巨良草啊,於是做粗甚至上陣,帶領了一千多榮士兵開寫割墨者 你做粗割墨者呂布也聽悅了,呂布律李戒君一麥多人來了 做粗慢慢想到呂布來的井快 我借邊井點人,打事打不過的呀,於是做粗把對景分成兩部分 小部分人繼續割墨者,大部分跑去周圍的山上埋伏起來 呂布也要一看,破的天啊 做粗理財者沒點人呀,這我點人懷不救我再也縫的你 於是就衝上來了,這個時候,墨田周圍的山上,只聽見誰聲立下 呂布終於要,活足呂布,那下呂布人頭總總有想 呂布一聽,哎呀,終埋伏了呀,趕緊下令,撤退,破的天啊 呂布的借傷,確實不行呀,也沒有看見對方有多少人 一聽鐘埋伏,掉頭就跑呀,全軍就垂晒的跑呀 曹操帶領部隊一道猛打呀,結果,呂布竟然逃出了燕周 再也不敢跟曹操打了,就這樣曹操收服了燕周傳遞 終於安順了,後方終於解決了,呂布跑了,可視放眼天下 可以逃亡到那里尼,漁述,去過了,漁秀,去過了,公孫賺 卡月有當射看得上眼,去益周 卡月了吧,這個時候陣工有出來了,對呂布月,將軍,我們可以去徐州 徐州的劉備剛剛領了徐州,機前曹操攻打徐州,跟曹操是敵人的關係 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裏話,旁邊不如去投奔劉備,跟他聯合起來對抗曹操 呂布一聽,嗯,好主意呀,於是呂布跟神工帶著隊伍就投奔了劉備去了 呂布見了劉備,那態度,真的是謙卑呀,拉著劉備再報了自己根色腐睡覺的床上 讓自己的色腐吸劉備端茶倒水,一口的果然也稱呼著,劉備雖然從心理念演樂呂布的 開寫現在要團結一實可以團結的力量來對抗曹操,所以,呂布是不能得罪的,於是也是一直扶著笑臉的 呂布就這樣在劉備者裏著了,劉備讓呂布著著小培,也衝當起了炮灰的角色 當做初來攻打的時候,要先經過小培,呂布可以抵擋一下呀,也不能白吃白喝對不對 可是呂布是省心的人呀,他跟著丁雲的時候,實了丁雲帶著部隊就投奔了董著 跟董著的時候實了董著,誰都知道呂布是法復無常的小人呀 可是陈公卻跟你呂布這種人 陈公呀,你可再人了呀,你遲早要被呂布害死呀 也他比起呂布陈公,更討厭臨實無辜的做粗 可是不管怎麽樣,陈公的結局還跟你呂布開寫就已經著定了 尚謝我和月了,和穩剛直,或者月和穩執口 固執,陈公有何嘗不是如此呢?後來呂布失敗 陈公一生求死,做粗不想實他,可是原來 陈公自己求死,一個人最後把死當做最後的寄託 人生何其絕望,但是,這一實的路,不也是你一步一步走出來的馬 你今天的決定,就能享著未來幾年 正所謂,一步做,步步做,人生真的是在於過程 不在意結果呀,好料,讓呂布在尤比亞里繼續當著他的炮灰 下一次是,徐州就要換主人樓